Hello boys and girls,又见面啦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认识了一些动物朋友呀 他们都非常酷呢 一起来看一下都有谁吧 Tada, the first one, listen Ea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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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单词 E-A says E-E 我们在发这个音的时候呢,可以发的稍微长一点哦 G says L says 末尾的字母E在这里不发音哦 那我们拼起来就是 E-G Eagle It's your turn Eagle Very good 那我们可以看到图片上是不是我们的老鹰朋友呀 那我们今天学习的小句子 看看这只老鹰吧 那我们要怎么表达呢 是不是要用 Look at来表达呀 Look at the eagle Next one Tada Rhy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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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单词 R says R I O I Rhy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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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your turn Rhyno 那看看这只犀牛吧 要怎么表达呢 是不是也可以用 Look at the rhino It's your turn It's your turn 你来练习一下这个小句子吧 Look at the rhino Very good And last one Tada Wow 我们的美洲豹朋友 Leop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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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看看这只美洲豹吧 看看我们这个美洲豹朋友吧 要怎么表达呢 用Look at the leopard Very good 那你来练习一下这个小句子吧 Look at the leopard Excellent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认识的三位动物朋友哦 那小朋友们看到他们的时候要认识他们呀 接下来一起来看一下字母D的书写吧 今天我们来学习字母D的书写 Upper case D and lower case D 那我们可以看到大小写还是不太一样的 但他们两个都是有两笔构成哦 我们先来练习一下大写的字母D 第一笔是写一竖 第二笔是在这条竖线的右手边写一个半圆 然后我们来练习一下吧 有两笔构成哦 第一笔先写一竖 One 第二笔是在这条竖线的右边写一个半圆 Two 这是我们的大写字母D 我们再来练习一个 One Two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小写的字母D 是不是跟我们学习的字母B有点像啊 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哦 那我们的小写字母D 第一笔是先写一个半圆 然后在半圆的右手边写一竖 那我们要注意啦 这个半圆站的是第二个 这一竖站的是第一个和第二个哦 我们来练习一下小写的字母D 先写一个半圆 One 再写一竖 Two 那我们再练习一个 One Two 这是我们小写字母D的书系哦 小朋友们要多多练习呀 See you